人越成长更会有这个责任性 我最近刷怒火的评论 刷了我一辈子的量 我也想看看大家对电影的一些反馈 看到一些评论说 你不是加拿大人吗 其实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评论 其实我也心里面会 各种意义上 怎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其实我也已经把我 推掉加拿大国籍的这个 已经再申请了 大家好 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1年9月6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节目前面大家也听到了 是采访谢霆锋的一个节目 最近在网上也传得比较火 尤其是娱乐圈 谢霆锋号称 他已经在退出加拿大国籍的过程当中了 退级申请已经递交了 也就是说 谢霆锋是打算放弃他的加拿大国籍了 注意是国籍 还不是加拿大的枫叶卡 是国籍 这玩意还是挺难拿的 看到这个视频 看到这个采访内容 我还是挺惊讶的 因为罗宾大叔 其实不太关心这种娱乐八卦 我还真不知道 谢霆锋 他其实是加拿大国籍 然后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他是加拿大 以及香港双国籍 就香港特区双国籍 这个国籍 显然不是落地国籍 他不是父母 附加生子 然后拿来的先天落地国籍 是他父亲 谢贤 以及母亲迪波拉 移居到加拿大 然后谢霆锋 作为孩子 就跟着父母一块移居到加拿大 先拿绿卡 然后再入籍的 这个当中的手续 或者过程 其实还是挺漫长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框一下就可以了 即使他们家有钱 也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说 现在谢霆锋 他是要退出加拿大国籍了 这个还真的挺让人惊奇的 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吧 你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枫叶卡 都是珍惜的不得了 更不要说加拿大国籍了 这加拿大国籍 加拿大护照 还是非常好用的 那为什么要退出呢 我猜测啊 是不是因为最近广电总局 还不是哪里发出的一个限级令 就是限制外国国籍 持有外国国籍的艺人 上这些综艺节目啊 上这些娱乐节目啊 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 谢霆锋呢 现在他显然还是想要吃这碗饭的嘛 显然还是要想在中国内地 挣这些综艺类的这个钱啊 所以说呢 退出加拿大国籍呢 还是一个非常 应该说是经过考量的 非常理智的 经过一个判断以后的决定啊 否则他也不可能这么做的 那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什么重要的原因啊 因为他另外一本护照呢 是香港特区护照 这本护照呢 相比于我们普通中国内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私普通护照 相比而言呢 还是相当相当相当好用的 你去那些什么英联邦的国家 都是免签的 去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盟啊 都是免签的 去美国呢 申请个签证也非常的容易啊 比我们国内申请这些签证都要容易的多 所以说呢 这本护照还是很好用的 将来想要移民呢 拿这本香港特区护照申请移民的 也比我们中国大陆护照啊 要容易了一个数量级 所以说呢 即使放弃了这本加拿大的护照 那本香港特区护照呢 也足够使用了 那相比而言呢 他可能更看重啊 在国内挣钱啊 挣点大钱 这么一些好处 我是这么猜测的 就是以我这个 罗宾大叔比较同臭味的 小人之心的这么一个揣测 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当然谢霆锋 可能有一些更高的 更高瞻远瞩的啊 站在更加高一点层次 更加高一点维度上的考量啊 你就当我是小人之心乌鸦嘴好了 是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还有一点呢 我猜测啊 他就算是把加拿大国籍给退出了 他那个加拿大永居权 枫叶卡呢 应该不会一并给撤销的 所以说 如果想去加拿大长居啊 将来想搬去加拿大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随时可以去 就算就算退一万步来讲 他那个加拿大枫叶卡也作废了 也没关系 因为呢 他爸他妈呢 是加拿大国籍 那如果将来想要再次移居加拿大 再办个手续呢 也相对来说快很多 容易很多 所以说 这个不是一个单向道啊 是可以往回走的 往前也好 往后也好 进可攻 退可守 都行 没问题 另外呢 我还给谢霆锋支了个招啊 就说万一万一加拿大国籍退出了以后 加拿大枫叶卡扔掉了以后 作废了以后 加拿大回不去了 对吧 怎么办呢 还可以再申请其他国家的移民吗 像香港特区的护照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本护照 你申请其他国家的移民呢 也要容易了一个数量级 无论你是想去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或者想去欧洲 其他国家呢 这个移民也会容易很多 另外呢 我又再做一个比较黑暗的揣测啊 就实际上 它会不会还有第三本护照 就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种比较容易拿的 给钱就能办的护照 会不会还有第三本 万一有点什么事呢 直接揣着第三本护照 也能够自由的出入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像罗宾纳书 做的瓦努阿图的这个护照 加勒比海国家 圣吉祠 格林纳达 圣如西亚 这些国家 还有呢 就像欧洲的 马尔他 塞布鲁斯已经停了啊 保加利亚 这些国家 土耳其这些国家 这些呢 基本都是你给钱就能卖的 给钱就能揣一本护照的 会不会它的那个保险柜深处啊 抽屉底下 柜子底下 还有那么第三 第四本护照 那这个呢 就更加安全了 等于是角兔三窟 角兔四窟嘛 对吧 所以说呢 对于这些名人 他的这些表态啊 他所谓的 我要退出加拿大国籍了 我要退出美国国籍了 不用太当真 也不用去召集学 听其言 观其行 以观后效 我觉得才比较好 他说这申请在地了 他随时可以撤啊 对吧 他再说 他说申请地了 有可能没地呢 对吧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台面下的这些事情啊 我们普通人都是不了解 不清楚的 所以说看到这些名人啊 在纷纷的退出外国的国籍 作为你来说呢 头脑要清醒 你已经有国籍已经有绿卡 别头脑一热 自己也去递个退籍申请 退出永居的申请 对吧 当然我相信没人会这么傻 还有呢 就是你如果计划在移民 想要移民了 不要受吃饭效应啊 觉得哎哟 你看这些名人啊 纷纷的退出了外国的国籍啊 像我现在移民是不是不太必要 是不是49年入国军啊 是不是10年进宫当太监呢 对吧 人都有这样的恐惧的心理 都怕自己是最后一棒 都怕自己是最高点的那个接盘侠 比如说像新东方炒到了90块钱 我哗买入了 对吧 好未来炒到了90块钱 我哗买入了 然后甭一下跌到五六块钱 世人都会害怕自己成为那个最后的冤大头 所以说呢 当然这个恐惧你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你自己的脑子要清醒 你移民最初的初心是什么 你移民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好听 只是头脑一热去移了名 那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如果你这个移民的这个目的 移民的这个想法是经过长久的 缜密的反复的思量 反复的权衡和考虑的话呢 我希望你还是在想想 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自己的初心 改变自己的这么一个决断 那也像送孩子出去留学一样 你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么差了 那些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那些家长 还是该送就送 其中不乏有很多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家长 因为这个疫情防控原因不方便送孩子去机场 帖子也都看到过 然后拜托朋友送孩子到上海浦东机场 去飞赴美国 当中的骨肉分离和孩子要分离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 那边疫情又那么严重 对吧 一天好几万的感染量 但还是挡不住这些人 义无反顾的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深造 有些是小留学生啊 还是送到美国去潜造 就去学习啊 对吧 这个学费也是相当贵的 好一点的私立学校 一年四五万五六万七八万的美元 都是花花往里扔 美国大学也是相当贵的 也不便宜 总而言之一年加上生活费 你至少准备个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人民币的这个费用啊 还是义无反顾的往那送 对吧 所以每个人呢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 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做一个缜密的判断 不要被这些网上的这些所谓名人的决断啊 名人的这些宣称啊 这些给带了风向 带了节奏 带节奏这个词我不太喜欢 但实际上今天要表达的意思确实就是这样的 别被别人轻易的给带走了 带了节奏了 好了 那罗宾大叔平常也挺少讲这些娱乐八卦的内容啊 今天就顺便反正讲一讲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可能以后呢 也会加大这方面的话题的频率啊 评次 好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移民 或者留学加拿大 留学美国比较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啊 付费咨询 或者也可以添加电报 Telegram 如果需要打赏罗宾大叔的话呢 打赏渠道 在正文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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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